12名被拘留者的一些親屬 週日在香港警察總部外舉行新聞發布會 表示對當局的不滿 他們還要求警方說明逮捕的日期、時間、地點和過程 是否有任何傷亡 並要求海事處發布逮捕當天的記錄 今年8月23日 12名香港青年乘船出海 疑似在前往臺灣的途中被中共廣東海警攔截 此後一直被扣押在深圳市鹽田看守所 據報導 這12名香港人 曾參與了去年的反送中民主抗爭運動 被中共指控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在其他人的情況下 還不僅僅是中國的權利 聯合國人權事務辦公室促請中共政府 儘快讓12人與其律師代表會面 但在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 香港官員透露所有人已選擇了當局提供的律師 上個月 在香港繁忙的商業區 眾多港人為這12名被捕者書寫明信片 表達中秋節的慰問 目前尚不清楚當局是否允許這些明信片 送到他們手中 有律師透露 中共或密謀指控他們 組織偷越國境罪 可被判無期或2到7年的刑期 新唐人記者嚴峰 柯廷廷綜合報導 詞曲 柯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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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授 柯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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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授 柯廷維 柯廷維 柯廷維